桌上摆了四颗烟火弹 还有一根弹管 体积比较大 看得出来跟路边卖的很不一样 而他竟然炸死了人 这次死者离新男子住家附近 大年初夜凌晨 他拜拜完想说庆祝一下 把菊仙营放在这四颗石头中间 结果引燃的时候瞬间爆炸 他根本来不及逃 导致右脸颊被炸裂 双侧头骨开放性骨折 经过医院几个小时的抢救 三点多还是宣告不止 菊仙营属于高空烟火 因为释放的时候就像菊花瓣的形状 代表威力也很惊人 大多都是用电控方式引燃 很少尽用点燃隐性的方式 因为一旦距离没拿捏好 就会发生危险 高空的一个烟火 它会有一个弹管 而且又有烟火弹 不要量来讲都非常的高 一般民众是不会购买到 这类型的一个烟火 每个县市针对烟火管制办法 都不太一样 像这种专业型烟火 需要在释放前五到七天申请 不只要有生产移动证明 什么时候要放 地点在哪 量有多少 都要逐一申报 释放员也必须有合格证照 至于释放点跟人 还有建筑物的距离也有管制 可说是相当严格 还没有放完的菊仙营 警方也先查扣起来 要向上追查合法性 如果是非法炮竹 就要追究业者的刑事责任 提醒民众春节放烟火 一定要特别小心 免得喜事变憾事 这边新闻留警员吴亚台东采访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搭档 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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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铛 小铛 小铛